由三星國小組成的宜蘭縣代表隊逆轉高雄試聯隊 對時首度在賀寶福杯全國少棒錦標賽瘋王 第一時間所有小球員都興奮的衝上場 金金一抱在一起又叫又跳 有的更激動的躲在一旁偷擦眼淚 場面相當感人 我就 因為小孩子就是他們 雖然我們實力 單一球隊實力比較不好 可是小孩子 看到小孩子的拚勁 對啊 就不放棄這樣子 就六年級是最後一個比賽 我們一起拚到最後 就感覺最棒了 宜蘭縣能夠逆轉獲勝 除了打線合力發揮 在五局下吞下五分大局 後援董子恩更是功不可沒 他從第二局登板投四點二局只失兩分 成功壓制對手反撲 賽後也貨班最有價值球員 投不進去的時候 隊伍會鼓勵我一直就投進去 這樣我的心就會放心 董子恩算是蠻聰明的小孩子啊 對 他在這種大場面也打了蠻多次的 所以稍微給他提醒一下 他就有辦法去自己控制他自己的情緒 因為他蠻有辦法控制整個場面的 宜蘭縣勇奪賀寶福杯冠軍 同時也取得今年七月WBSC世界杯少棒錦標賽的代表權 也期待他們能夠繼續發揮堅持到底的精神 為國爭光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